在这种动作上进行了许多创新与尝试 在曲调上我也力求不要复杂 结构上也要简单一些 为了增加这首歌的重序 在配戏编曲的时候 我又在前面加入了朗诵的部分 这区别于一般的歌曲 前奏就唱 前奏再唱 最后结束 我想这样呢 一个是加深了孩子对这首歌词的理解 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 也不忘记历史 据了解 在这次唱奖中国征集评选活动中 涌现出了很多80后 甚至是90后的词曲作者 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时尚感 既为唱奖中国注入了新鲜元素 也展现了我国歌曲创作事业发展的后续力量 今年只有22岁的丁瑜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作曲的《相亲相爱》 这次入选了唱奖中国的十首歌曲 而参加这样的活动 对于他本人来说 不仅是收获了一首获奖歌曲 对今后的创作他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得到这样的荣誉以后 这个个人的一些创作的思想 可能会受到一些改变 因为我觉得这么幸运的我 站到这样的幸运的舞台 然后自己又是85后的音乐人 然后就是肩膀上多了很多这样的使命感 在创作我的专辑的时候 或者是给别人写歌的时候 都也是要给大家 给社会上的所有的人 乃至可能全世界的人 带取一些美好的 有一定的引导性 就是要把大家的美好心愿散播出去 把中国的和谐文化散播到全世界 相亲与相爱 多生千里万心 自生一百 今夜万家都过时 或许歌窗望望尊家精彩 天下相亲与相爱 多生千里万心 自生一百 当中国人走向世界 让中国车影响未来 中国里程 中国一气 共产主义在世界 在中国 必然要得到光辉的胜利 使他将伟大的火种带入中国 这份报纸的主编毛泽东 现在他可是了不得的人物 也在点火收获 我就是你的张静遥 要找的人 而他 结果火种 并点燃在中华大力 中国革命不能死 现在既然有人想让我们死 我们就必须活下去 他们是师生 是战友 他们如何走上这条艰险的道路 又该怎样 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那我们就去共产党之旗 走行钢山之路 陈建宾 黄海滨 为您演绎 这光药实测的传承与混斗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梦游特业剧场 开篇 昔日富足的小港村 如今却成了贫困村 这让新上任的书记 很是疑惑 开着车来 来得快 跑得也快 三年的日子 我得一天一天地过 一件事一件事地办 只要是办好事 总是会有人支持谁 就是想听听 大家伙的这个看法 这条路怎么修 谁干给谁钱 人家上面资助我们小港的 二十万 哪儿去了 又不屠名 又不屠立 这干什么呢 开工就没有回头的见 大家的事 就要做到底 为百姓解决难题 他忙前忙后 在这片土地上 他撒下希望的肘子 世上不怕没了谁 就怕没了理 我看你啊 行 美好的理想 复杂的现实 他究竟该怎么走下去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梦游特约剧场 永远的忠诚 我的品牌 我们的世界 大家好 一起来看天气 首先是中央气氧台 今天下午六点钟发布的 台风黄色预警 今年第五号 热带风暴 米雷 今天下午五点钟 已经加强成为强热带风暴 那么预计呢 它将会以每小时 25到30公里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会逐渐的加强 逐渐靠近我国台湾的 东北部海面 今天晚上 它将会进入到 东海南部海面 之后呢 会沿着我国东部的近海 一路北上 受它的影响 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台湾海峡 台湾以东洋面 东海大部海面 以及黄海的中南部海面 将会有7到9级大风 米雷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 和洋面的风力 会达到10到12级 阵风有12到14级 另外针对今年的第四号 热带风暴 海马中央气氧台 今天下午也是继续发布了 台风蓝色预警 预计呢 海马将会向这个 西偏南方向移动 受它的影响在北部湾 以及海南的西部沿海 和广西沿海一带 将会有5到7级大风 阵风呢 会达到8到9级 而且像这个广西的南部 以及云南西南部一带 将会有大道暴雨出现 另外随着米雷的一路北上 那么在台湾 以及这个浙江的 东部和北部一带 还有江苏的中部和南部 安徽的南部和江西北部 这些地方呢 将会有大道暴雨 而且在台湾北部 一些地方 甚至还会有大暴雨出现 那么在我们国家 其他地方呢 基本上这个雨不多 而且下的也不大 到后天的时候呢 随着米雷的继续北上 那么像辽宁的南部 以及山东半岛 这一带的降雨呢 也会明显地增多 另外中国气象局和农业部 还联合提醒 北方东脉区呢 要趁着最近这个土壤伤情 明显改善的有利条件 来进行这个趁伤播种 以波地区也要进行 及时的查秒补种 以保证下播任务的顺利完成 下看这水报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 哈尔滨情14到29度 长春情15到28度 沈阳情15到28度 天津多云20到28度 沃浩特多云16到26度 乌鲁木齐情19到31度 银川情转多云18到29度 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 兰州情转阵雨19到30度 西安情23到34度 拉萨中雨转阵雨9到23度 成都多云转阴22到32度 重庆情24到36度 贵阳因转多云20到27度 昆明多云17到26度 太原小雨15到26度 石家庄镇雨转多云17到28度 济南多云19到28度 郑州雷镇雨转多云21到29度 河肥中雨转雷镇雨21到27度 南京中雨22到25度 上海雷镇雨转大雨25到27度 武汉多云23到30度 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 南昌雷镇雨转震雨26到30度 杭州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 福州镇雨27到33度 台北镇雨25到30度 南宁中雨24到29度 海口镇雨25到32度 广州镇雨26到33度 香港镇雨27到32度 澳门镇雨26到32度 澳门镇雨26到32度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桥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 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做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 共产主义在世界 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辉的圣诞 使他将伟大的火种带入中国 这份报纸的主编毛泽东 现在他可是了不得的人物 也在点火烧火 我就是你们张经遥要找的人 而他结果火种并点燃在中华大力 中国革命不能死 现在既然有人想让我们死 我们就必须活下去 他们是师生 是战友 他们如何走上这条艰险的道路 又该怎样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那我们就去共产党之旗 走行钢山之路 陈建兵 黄海兵为您演绎 这光耀实测的传承与奋斗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梦游特约剧场 开天地地 青春奋进的中国1921之后 新的革命史诗即将拉开帷幕 当时局更加复杂 当道路更加坎坷 那我们就去共产党之旗 走行钢山之路 年轻的革命者们 该如何坚持理想 又该如何走向成熟 应该叫做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 第一师 在布满清几的路途上 他们怎样才能从激扬文字 迈向指点江山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 一旦确定了真理 就义无反顾地去实现自己的信仰价值 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在最痛苦的斗争中 遇见人生最真实的友谊 把我成为同志的 哲恩来是第一人啊 面对重重考验 如何坚定信念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梦游特约剧场 开天体地 看新青年 创新天地 北京城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 老家们的水都剃钥匙 我在一个公共村里 带着四个小时 我带着三个小时 面对如此罕见的大暴雨 我们该如何防范 因为北京市的这个 雨水的排水标准 和这个降雨 相比起来小得多 如果按照现在的城市规模 这个排水管系也肯定不够 暴雨突袭北京 保护知识产权 创造美好未来 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碰到知识产权问题 找谁呢 这事不能忽悠 知识产权要尊重 请打12330 你好 这里是12330 公益服务热线 谢谢观看